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种菜的方法很特别 在每一块菜地旁边都有一个鱼塘 这可是一个特殊的鱼塘 因为张颂挖鱼塘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养鱼 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得到鱼塘里的一种东西 还是这样的 我们每一个西地都会开很多这样的水塘 这个池塘一般被两到三年清一次 那么你养了鱼呢 时间长了 它里面有一点的鱼泥 这些一块一块晒干了的泥 就是从鱼塘里挖出的鱼泥 这些泥成了张颂种菜的法宝之一 帮助它让一种蔬菜有苦的变成了甜的 也因此让它的蔬菜畅销珠三角地区 那么这些泥究竟对种菜有什么好处 张颂种的又是什么菜呢 这菜心在我们公司所有种菜的比例呢 它超过了20% 广东菜心又称菜苔 是广东一带的特产蔬菜 生长周期短 品质脆嫩营养丰富 维生素C的含量很高 并且有清热解毒 杀菌 酱穴汁的功效 惠州人祖祖备备吃菜心 清炒菜心 白酌菜心 蒜蓉菜心 盐水菜心 一颗菜心开发出了几十种吃法 既是饭店里的一道名菜 也是老百姓最喜欢的家常菜 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 人们发现这菜心的味道变了 变得有些苦 也变得不再那么脆了 人们的抱怨 引起了张颂的注意 他当时经营着几家农贸市场 对菜心的销量特别敏感 有十年代初我在淡水开了四家农产品交易市场 其中有一家专门给老百姓做批发 就是农产品他们种了菜啊 种了粮食啊 就会拿到我们那个市场的批发 张颂从小也喜欢吃菜心 在生产队种过菜心 后来又卖过菜心 所以菜心应该是什么味儿 他比谁都清楚 过去我们小时候这个菜心是很甜的 很好吃 后来慢慢慢慢这个就又生硬又有杂又不好吃了 甚至苦了 他想自己守着市场都吃不到可口的菜心 那买菜的老百姓更不可能吃到 如果能让菜心变得像以前一样好吃 一定大有前景 经过深思熟虑 他决定自己搞基地种菜 去找回菜心原有的味道 我就用这一辈子 如果能够改变这一件事情 把这个农产品做得好吃又安全 那绝对这个市场的空间 投资的回报是绝对非常诱人 他承包了上千亩地开始种菜 那怎么才能种出好菜心呢 他明白 要想让菜心变甜 首先要知道 这菜心为什么变苦了 通过朋友介绍 他来到了华南农业大学 找到了蔬菜专家杨仙教授 当时杨教授也在做与菜心相关的课题研究 杨教授告诉张颂 菜心变苦变硬 与农药化肥有很大关系 要让菜心变甜变脆 首先呢 要从蔬菜对于营养的需求上入手 很关键很关键的 就是他吃的粮食 他的水他的土他的肥 杨教授建议张颂 首先在菜地里挖一个鱼塘养鱼 这养鱼究竟与种菜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对于菜心来说 重要的几个指标 一个是糖分的含量 一个是食用纤维的多少 这几项指标都与农药和肥料的使用 有着密切关系 原来味道的丢失和打农药 有着很大关系 不同的农药对蔬菜的影响也不一样 可是有一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都会让菜变苦 而且增加纤维素含量 可是如果少打甚至不打农药 那么好好的菜会被虫子都吃掉 通过研究杨教授发现了 最影响菜心的虫害之一 跳甲 这个菜心最怕的就是一个跳甲 跳甲它那个肥害 首先要从虫开始 那个幼虫开始 肉虫它在地下 地下它主要是咬这个根 有个是小苗的时候 一咬掉它也吸水吸肥就没有 那长口才也是 那这个时候很严重的时候 那都是这样的表现了 跳甲是十字花科蔬菜 最主要的害童 喜欢可食蔬菜的页面 杨教授告诉张颂 要想减少跳甲危害 大棚育苗是必不可少的缓解 一般的菜心生长时间大约是在35天左右 而通过15天的大棚育苗 菜心只需要在大田里生长20天 这样就缩短了在大田里的生长时间 它就在苗期的发生这个频率比较高 比较高 那我们通过育苗集中管理的话 它那个控制的好控制的多 那如果在地里面大田都还能控制 那通过这个疫苗就缩短它 在地这个时间也减少这个跳甲这个危害 这个虫害危害 通过在大棚里育苗 很好地控制了菜心在苗期跳甲危害问题 就可以尽可能的少用农药了 我们缩短了这个竹节播种 在地里面生长这个时间 这个菜在地里面挣地的时间短了 减少它在地里面这个病虫害这个危害 所以也减少这个农药使用 减少农药的适用和大棚育苗管理 又和鱼塘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这大棚育苗虽然从技术上是比较成熟的 但是成本也非常高 就这优质的进口机制 就贵得离谱 根本没法大规模的育苗 那在这个育苗过程里面 我们采用基石育苗 那基石如果我们买进口的基石很贵 所以我们自己配基石 为了降低机制成本 杨教授建议自己配置合适的菜苗机制 而挖鱼塘养鱼 就是为了采用其中的糖尼育苗 鱼塘中的糖尼原来是用来做育苗机制的 因为在养鱼过程中 鱼的粪便会慢慢的沉变在鱼塘底部 和糖尼混合在一起 鱼粪中富含大量的氮元素 是很好的有机肥料 可以提高菜心的光合作用 有利于糖分的积累 也可以使得蔬菜在苗期长得更壮实 从而在种到大田以后 更好地减少病害发生 糖尼主要它是没有病存害 要干净 因为我们用这个育苗的话一定要干净 用这个材料 把糖尼挖出来之后 先要长时间晒干晒透 这样有利于粉碎使用 而且还更好地保证了糖尼的干净 粉碎之后和其他几种材料混在一起 就可以做成优质的育苗机制了 医苗其实有三部分组成 第一就是糖尼 第二个就是菇渣 蘑菇渣 或者是用骨壳 这个主要是疏松这个作用 疏松因为我们苗要拔得起来 才是要苗拔起来 第三个提供养分 我们都用化身菇 不但如此 鱼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鱼糖中的水 这水糖的第一呢 就天下雨的时候就把鱼水收集起来 第二水它不能马上来那走物 必须是要通过氧化 通过大鹏育苗的方式 从根本上解决了派芯打农药的问题 可这样还远远不够 因为让派芯变甜 不仅不能打农药 还不能使用化肥 多年来 化肥一直都是农民用的比较多的肥料 可是长期大量的试用化肥 就会对土壤结构造成破坏 使得菜心缺乏营养长不好 不但如此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使用化肥会影响蔬菜味道 化肥用多了以后 特别我们用个粒粒子比较多这个化肥 经常一种它都容易产生这个苦味 为了找回菜心原有的味道 张颂邀请杨教授把菜地作为学校的试验基地 这个就是法院农业大学杨先生教授 他们带一帮研究生专门去跟我做试验 张颂和杨教授商量 怎样减少化肥的试用 杨教授告诉他 要想蔬菜好吃 就要多用有机肥 可是什么样的有机肥 经济实惠 更适合种菜心呢 我们也尝试过呢 开始的时候呢 就用一点有机肥 有一点化肥 对来种 就比那个神用化肥好了一点 如果完全不用化肥 而买市面上现成的有机肥来用 成本高不说 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他就和杨教授商量 希望能够研制出 专门适合菜心种植的有机肥料 菜心糖分的含量 食用纤维的多少 都与肥料的使用有关系 可是用什么样的有机肥 更合适呢 这就需要对每块土壤 都有很深的了解 要想了解土壤本质 定期的检测是不可缺少的 他经常往返于 广东省农科院 农产品公共检测中心 对自己的土壤 肥料以及农药 进行详细检测 从我们这十几年来啊 他任何一块土地 都经过我们检测 包括农药肥料 也送过来检测 以前张颂更多的是 从食品安全的角度 对土壤进行检测 了解到肥料对于菜心 味道影响之后 专门增加了多项 对于肥料营养含量检测 当我们正常是一个季度 来做一次这个检测 当我们检测都比较前面 17种营养成分 我们的检测 所以我们就可以监控到 我们土壤 第一是切什么东西 或者什么负营养化 这个问题都解决 所以对我们选择 肥料啊 有机肥这个选择 都有一个含好一个指导 这个作用 在经过几次反复的检测之后 发现传统的猪粪 牛粪 鸡粪的有机肥含量 都不一样 可是以前使用农家肥 是因为都是一家一户的 小规模种菜 而现在是大规模种植了 标准化生产 那就要求统一的品质 统一的味道 所以有机肥不但要有营养 而且最好是能够保证 大量供给的同一种肥料 在这个选择这个有机肥的情况下 那我们考虑当地这个养殖产口方面 来源比较方便 因为量比较大就是鸡粪 所以当时我们就选择了这个鸡粪 在惠州当地养鸡的很多 蛋鸡场肉鸡场有几十家 这就解决了鸡粪的来源问题 而且鸡粪相比猪粪和牛粪 还有一个优势 它的微量元素很丰富的话呢 对改良我们土壤这个结构 以及我们蔬菜这个品质是相当好的 在菜心地里使用了一段时间积分之后 张颂发现 慢慢的菜心的口味发生了一些变化 苦味少了很多 变得有些甜了 我们选择了这个积分之后 那第一个体现啊 就起码这个土壤的结构改变了 土壤改变了以后呢 那不过输松的状态啊 还有很多有鸡粪 还有这个微量元素 土壤的改变 让菜心能够在输松的环境下 尽情地吸收水分和营养 这样生长出的菜心 就会比较好吃 那我们适用这个积分之后 要比化肥 要好得多 这个食用酱就没有降低了 这个糖分要提高 糖分里面主要是一个果糖 还有那个蔬糖 它那个含量度 使用积分之后 菜心的糖分增加了 食用纤维也降低了 使得菜心的口感 比以前清甜可口了许多 可是就在他们都认为 找对了有机肥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一次检测时 居然发现一块地里的菜心 重金属含量有些高了 养鸡是通过这个饲料 添加鸡家里面很多重金属 重金属 每一个饲料产不同 鸡大小不一样 这个鸡分这个质量不一样 但是重金属很容易超标 鸡分做有机肥是不错的肥料 经济实惠 可是因为鸡分是从不同的厂家收回的 不同的厂家 不同的鸡品种 四味的饲料是不一样的 这些质量不一样的鸡分混在一起 就会给食品安全带来隐患 张宋和杨教授都明白 绝不能因为追求口味 而忽略食品安全的重要 它从外面带过来 所以它这个孵化因为它没有发酵 你不是说经过工业化生产 所以农家的东西都很多过来了 主要是对食品安全产生不良的影响 所以潜在这个风险 考虑到这些问题会影响菜心的安全性 张宋果断放弃鸡分 和杨教授找一种替代鸡分的有机肥 这时候杨教授想到了在果树中比较常用 但在蔬菜中不常用的一种有机肥 我们就不用这个鸡分 后来我们就用了花生酷 花生酷是花生仁榨油后的副产物 可以通过加工变成优质的有机肥料 因为花生酷中含氮和钾比较多 对于作物的光和作用有很好的促进效果 可以帮助作物积累更多的糖分 一般在荆棘类果树作物上使用的比较多 但是因为价格昂贵 大面积的蔬菜种植上使用的很少 做卖就比较贵 大概四千块钱就要一冬 一冬是四千块钱就要一冬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用 虽然价格比较高 但是张颂看来 只要能够改善菜心口感 保证蔬菜安全 就值得去做 他们通过多次的实验之后发现 花生酷是用在菜心等蔬菜上 的确效果很好 我们也通过很多这个比较 包括鸡分化肥比较 那确实它种完之后 用完花生酷之后 这个蔬菜这个食用纤维啊 糖的衡量啊 等等都比这个化肥和积分还要优越 还要优越 比如说我们食用纤维 要比这个用化肥起码降低 百分之三十左右 而糖分量起码提高百分之十左右 花生酷的试验成功 让他们信心大增 后来在杨教授的帮助下 通过一系列试验 他们在花生酷当中 添加一些别的配料制作有机肥 降低了有机肥的成本 发生炸油 炸油出来的扎发生酷 通过发酵熟了以后 再加上十量的骨粉 十量的草木灰 这个有机制 然后呢 统一 这样造成一个好的肥 撒在地上 这样不仅降低了成本 而且还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彻底解决了 因为大量适用化肥 而影响菜心味道的问题 用花生酷作为底肥 天气比较冷的秋冬季节 或者早春的时候 可以直接把花生酷撒在地里 可是天要是热了 达到三十五摄氏度左右就不行了 那必须要经过发酵才能够使用 我们在这个天气比较热这个情况下 如果竹节没有经过发酵 那就不行 花生酷撒在地里 浇水的时候就会和水溶解而发酵 花生酷在发酵过程中 会大量的释放热量 很容易会把菜心的根烧掉 所以一定要注意 适用的时候的天气和温度 花生酷我们现在这个使用是这样的使用的 所以两种的使用方法 第一种是把它竹节这个粉碎 它因为一块一块 竹节粉碎之后作为积肥 竹节撒到地里面去 在还没有种菜心的地里 用花生酷作为底肥 选择风比较小的天气 均匀地把肥料撒在地里面 然后用水来浇灌 让花生酷很好地和土壤混合在一起 第二种是作为追肥 那我们就是发酵 然后发酵以后变成水溶液 这个溶液水 然后沟粒以后 把它直接在描决的时候 判给这个素材 大概现在我们种这个菜心的话 一亩地大概是一百二十斤左右 经过多年努力 在杨教授的帮助下 张颂通过巴仪糖养鱼 得到了最适合的育苗机制糖泥 通过调配花生酷 得到了最适合的有机肥 这一系列的措施 成功地解决了肥料 农药和水的适用问题 如愿以偿地 找回了菜心原有的味道 现在呢 张颂将派地面积 扩大到了两万多亩 因为有品质的保证 可口的味道 他的蔬菜超市 开到了珠三角的很多地方 每天一大早 来蔬菜超市买菜的居民 路易不绝 看来这边买菜是什么 我今天早上来这里买菜 一般菜心呢 西方方呀 都是菜心多一点吧 像这些菜心呢 你在外面买的吃起来就特别苦 然后呢 它这个菜心吃起来的 就是炒起来 有一种 炒出来以后有一种甜味 主要就是比较甜 比较好处 不要 也不会说有很多菜 外面卖的煮不烂嘛 它比较煮得烂 现代科技手段 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找回了菜心 原有的味道 我们的记者的采访时了解到 当地在蔬菜的食用安全上 也是下足了功夫 确实啊 应该这样 好吃的菜 放心的菜 才是受我们消费者欢迎的菜 好 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ABC 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视网央视网和科技院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部分荔枝都有核 而海南有一种无核荔枝 它的核去哪了 没有核的荔枝靠什么繁殖 为什么无核荔枝生长在热带海岛 却偏偏需要冷空气 科技院下期讲述 中文字幕提供 尤其订阅 每个优优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